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学到老快乐活到老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来介绍一下 来到现场很热闹 包括说有这一次的整个活动的一个发起 有高雄市社区大学促进会 高雄市第一社大的蔡宇婷专员 还有社区型长青学院的梁素香专员 还有另外是这一次在活动当中可以说 是非常重头戏的这一位于佩宏老师 等一下要叫大家一起来做柜 好那现在我们先请这个 就是于婷啊还有阿湘啊 还有于老师啊 先跟大家先来问候一下 先从于婷开始好了 大家好我是第一社大于婷 还有我们促进会长青学院的阿湘 大家好我是社区型长青学院阿湘 好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一次呢 真的很重要的老师咯 于佩宏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第一社区大学的于佩宏老师 好那么先来介绍一下好了 就是这个重阳节感觉上好像你们今年办的蛮轰轰烈烈的 很大的这样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的活动这样 对啊今年特别盛大的举办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年呢就是有结合社会局跟交局这好有几个单位一起共同合办这样子 那我们今年选在音乐馆户外广场那这个地方场地也很大那也很热闹这样子 嗯 嗯那你们呃就是这一次是由长青学院这边还有第一社大家一起哈来呃发起这样的一个重阳节庆祝的活动你们在策划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 嗯我们在策划的时候啊本来开始是会想要走呃比较是温馨的路线 嗯那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原本是有规划说哎比如说我们这次会写一些温馨的祈愿卡 然后还有就是想要哎同时透过这个活动然后让整个社会大众了解说哎我们社区型长青学院的音法长辈们 在整个学习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展现他们的活力 那同时也搭配到说哎除了学习之外那可能想到说哎我们有没有在呃记忆传承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想到说哎那找到一些哎有一些传承的东西来做一些活动的一个一个部分这样子 嗯嗯嗯记忆传承哦像比方什么呢 嗯呃比如说呃像我们这次有特别安排到一个糕点的制作啊 那因为现在又重阳节到了哦那根据的那个文献的记载好像有提到一个重阳糕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也好像都没有看到 嗯对所以我们想到说哎这个东西应该也是还不错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再重现给大众知道这样子 重阳糕哦哦那那重阳糕大家都没看过呢怎么办 那这部分由我来为各位介绍好了 好哎重阳糕大半大部分都是用面粉跟糖去和在一起 那里面会加一些松子坚果类的东西在里面 嗯那因为松子核桃或者坚果类它有很丰富的B群在 所以对我们吃了会有很多的营养的社区啦或者是对老人家的 哎抑制剑脑部分有很大的功效 嗯所以应该不是说重阳糕现在在市面上没有看到 而且它已经变成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点心在形式出现了 啊我们已经忘记它原始的面貌长什么样子 嗯 老师你怎么知道呢 知道这个重阳糕 对 因为我们我是主要是教发酵食品的 所以大概这一些我也会去搜集一些资料啦图片啊 哎大概我的印象是从这样子得来的 嗯嗯嗯嗯 老师是专门在做养生还有发酵的这个食品嘛 那在这一次的整个影法的活动当中 重阳节活动哦 就是也有一个蛮蛮主要的一个呃叫做表演吗 还是说做这样的一个推广 就是跟大家同乐对不对 嗯 也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说吃吃这个重阳糕啦 嗯 你会教大家做吗 现场 啊会我们是说 也是会教 应该不是说传承或什么 应该是说我们做示范 让大家动手来体会看看 哦原来糕点是这么简单 嗯嗯 然后自己动手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一个很美味的点心 真的那么快吗 是的是的 哎我想技巧把握住就可以了 啊然后我们自己动手做 也是教大家一个养生的概念 我可以不用花很多钱 嗯嗯 吃进去反式脂肪或者是添加剂 我轻轻松松就是随手买得到的材料 我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糕点出来 啊是这样子哦 是的 那所以老师你这一次做的这个呃就是说在重阳节活动当中啊设计的这个叫重阳糕吗 你你是有把它取什么名字吗 哎我们这次讨论过后决定定位它在养生重阳糕 养生重阳糕 对那因为我们会加坚果核桃主要是加核桃在里面那因为核桃取它的外形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以形补形 嗯嗯它它长得就像我们人类的大脑一样嗯那实际上它也是会让我们增加记忆啦有抑制建脑的作用嗯所以因为又是淫法族的长辈在所以我们用这个观念代建来做重阳糕那第二个那个五行发糕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五呃五行对五色嘛哈所以我们就红色的呃黄色的 绿色的白色的黑色的五种不同的形式的发糕但是我们是没有加色素在里面嗯我们用天然的食材添加在里面然后做出来的发糕哎又讨喜然后又好吃又养生嗯嗯嗯老师你说你在做这个都叫做发酵的食品是的那这个发酵食品它养生吗这我们不太懂哎哎其实发酵食品它是利用微生物跟菌种去把食材分解一次或者是说它因为它跟 食材的作用会产生气体嗯嗯然后哎会其实它最大的功效是赋予食材新的生命跟风味那对我们人体最大的功效因为我们吃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因为菌种帮我们分解一次我们在吃进去的时候就消化就可以不用在我们的胃胃里面停留那么久嗯或者是我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消耗这些食材嗯嗯那我要问一下这个发酵的食品跟我们的食材 像我们现在啊什么什么羊肋多啦或者是什么优酪乳啊那一种的东西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吗发酵食品是一个很广的面那羊肋多跟优酪也算里面的一环它也是利用菌种嘛它是乳酸菌在嗯嗯那你你现在看得到的几乎都是发酵食品像酒啦醋啦都是利用酵母菌去发酵的那面包也是啊它也是酵母菌啊 豆腐乳嗯或者是说酵菜哦这个都是发酵的哦都是属于发酵食品所以它是非常广泛的那哎可能这边要跟大家哎有一个观念要理清我们都觉得说腌制的东西对人体是不好的嗯可是腌制跟发酵是不一样的东西还是不懂像日本人常吃那种他们青菜比较少嘛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很多都吃起来好咸的那一种那个算腌制腌制的对那那腌制跟发酵这样的区别是怎样 哎一个有利用到微生物一个是没有像我腌制没有 腌制基本上是没有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酸菜嗯嗯有没有那个鹹菜哈那个是腌制的一开始是发酵哦哦哦是发酵对对炎度百分之二十以下嗯就叫发酵对啊以上就叫腌制了这好难区分哦我问一下比方说我们在吃那个那个酸酸菜白肉粿那个酸菜那个是发酵那个是发酵对可是我如果又让他 他更咸就叫做腌制的那就是先发酵后腌制先发酵啊这样子好不好呢养生吗哎先发酵你腌制当然就不好因为那含量太高对我们身体是会造成负担的嘛但是发酵不会哦哦所以那个酸菜白肉粿不错就对是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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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他是算发酵的嗯那如果像那个韩国的泡菜那个呢一样吃起来都酸酸的这样对啊那个都是自然产生的乳酸菌都是好的那个也是好的对但是哎韩国泡菜 就是它又辣嗯啊可能就是说我如果胃肠不是很好的还是说我容易起造性体质的嗯啊就要适量的食用那如果是我们台湾那种酸酸甜甜的泡菜呢小菜型的那一种那个不算发酵呢那个是加醋加糖哦那个是叫调味哦那个是调味也不是那叫调味哦那叫调味哦对对对哦所以哦这么简单的吃的东西好像它里面的学问还很大对对对其实你要怎么样去区分它 嗯嗯它含不含菌嗯有没有乳酸菌的含量在里面嗯我们就可以记定它是不是发酵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吃这些发酵的东西呢就是说以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哦是不是多吃一些这种发酵的哦会比较好哎不是所有发酵食品对我们人体都是好的啦哦嘿但是如果说以年纪越来越大我的肠胃功能一定是下降的嗯那如果说我能够常常摄取这乳酸菌的东西 对像养热多啦优格啦优酿啦甚至多我们讲的而泡菜好了吗呃其实罗酸菌是异菌它可以让我们的呃痰azi我们体内肠道内不良的菌或是一些宿便 那脂肪啊所以年纪越大当然是吃罗酸菌的东心越好 嗯嗯嗯嗯对对 对啊我是有听人家说好像年纪越大好那个肠胃里面的那个好菌就越来越少对二然后仓器那个广告商打货 沒有沒有 事實上也是 反正我聽過有這樣的感覺 事實上也是 而且腸胃乳動會越來越慢 所以是需要吃這種好的發酵食品 是的 是的 那像 我聽說像包子饅頭啊 這種我們平常喔 這個台灣比較傳統一點點的 在吃這個叫發酵的 算 那個是發酵 可是漢堡麵包呢 因為我之前有聽人家說齁 你與其吃那種漢堡的那種麵包 還不如吃我們的包子饅頭 包子饅頭 會更健康 兩個都發酵的嗎 兩個都發酵 發酵的型態是一樣的 一樣的 都是用酵母菌去發酵 那為什麼吃西點麵包 人家說早餐吃那種西式那種 其實對身體沒有包子饅頭好 因為他過度精緻啦 他可能加了油脂加奶粉加糖 那我們不曉得他加的油脂 是不是反式脂肪 那他加的糖是什麼樣的糖 可能說我為了增加這個麵包的色澤 我加了很多的油啊糖啊 甚至香料色素在裡面 那其實他就離食物原始的麵貌 越來越遠 那我們的包子饅頭 是不是一看就知道這就麵粉跟水 跟酵母菌 所以他跟食物的面貌比較接近 那現在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要縮短食物的里程 什麼叫 食物的里程 碳的那個嗎 環保的那個嗎 碳足跡 也算也算 也算 對 食物里程有很多啊 體內的食物里程 或者是體外的食物里程 就是我們 體外的食物里程 就是我 在地人吃在地的水果 人家不是常說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嗎 我們就吃在地的飲食材 在地的食物就好 不需要大老遠去進口 很遠他坐船坐車 又消耗能源 又錯失那個食物很美好的風味 這是在外的嗎 那體內的食物里程就是說 我吃進去的東西 能夠很快的排泄吸收完成 而不會在我體內形成很久的宿便 這叫縮短食 體內的食物里程 好 那所以像我們這一次這個 飲法族的這個活動裡面啊 我們都會把這一些的觀念啊 來告訴所有參加的朋友們嗎 會 我們在製作之前 會一個很簡短的課程的解說 那就吃了這個粿有什麼好處啊 那我們什麼叫五色啦 什麼叫五行 這個我們都會提到 那像老師你設計這個五色五行 他真的就是搭配那個就是說 不同顏色 然後對我們的健康的那個影響 是不一樣的 那個幫助是不同的嗎 對 比方說是什麼 這個營養素你都有在認識研究 比方說我們紅色 紅色 紅色像外面在賣的那個 紅麴嗎 紅麴粿 紅麴粿 它是用紅色色素嘛 但是我們就用紅麴下去做 真的用紅麴 紅麴算發酵嗎 紅麴算菌 它也是一種菌 菌對 它也算發酵的東西 然後顏色又會比較好看 對 然後又營養 營養是因為它對我們體內 可以分解我們的膽固醇啊 脂肪啊 還這一部分的養生功能在 所以我吃這個膏 我不會擔心說 我反而吃更多的熱量 或者負擔進來 一些色素什麼其實也不好 對 其實就變成說我吃這個膏 除了同時滿足我味蕾上的享受以外 它對我體內還是有一些環保作用的 可以把多餘的脂肪 拿膽固醇給清除掉 然後還有其他的四個顏色是 黃色是代表我們是加進去的東西是南瓜 南瓜 南瓜我們知道它對我們的攝護腺 男性的攝護腺有很大的好處 那黑色我們是用黑糖來代表 那主要黑色是入我們的腎臟 對我們腎臟是有好處 那黑糖因為它含有很多量的木質素 也可以清除我們體內的雜質血管壁上附著的一些雜質在 那它有白色的 我們可能會用牛奶 或者是說有一些南洋風味的椰漿在裡面做 那綠色就用抹茶粉來取代 這個好像外面比較少看到膏還有 發膏還有這種不同五型的顏色這樣子 其實用天然食材去做染色的作用 除了療效之外 我們還可以我們還可以發現原來天然的食材做出來的效果 不會比人工的添加劑還要差 是好然後呢就可以看到這一次我們在整個做柜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給大家體驗的活動設計當中 真的是還蠻多樣性的 可以給大家又吃到健康又吃到美味 然後又可以去學到很多這個養生方面的一些觀念跟知識 那像整個重陽節的這個系列活動作櫃當然是重頭戲囉 那這個是邀請大家一起來 就都可以參加嗎 要不要事先報名還是怎麼樣 我們是希望你能夠事先報名 那65歲以上的長者我們是免費 那如果不到65歲就是要交一些材料費這樣 我們是定位在活動會100塊 是是是 那這個有限名額嗎 有我們其實那個24號下午場我們限定30名以內 才30名 因為其實就是先報名 然後我們其實開放20名給現場流動的一些長者 要65歲以上這樣子 對65以上以上是免費 是免費的 對 好那所以說像這樣子的活動啊 剛剛余老師介紹是說他很快對不對 他不需要說還要進烤箱還要等很久什麼什麼什麼 不用嗎 不用 我們用蒸籠蒸啊 用蒸籠蒸 對 所以馬上弄一弄然後蒸熟了就可以吃了這樣子 是 好 這個其實在現場看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實際參與 你在現場參觀的來賓 其實回家看的仔細都要回家自己電鍋都可以操作 是是是是聽起來就很有趣了 又口水快流下來了這樣子 那有關於這一次啊整個重陽結帳的活動 還有沒有其他的一些設計在呢 我們這次重陽結活動啊就是說 就是有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戶外寫生啊 然後還有銀髮組的鴨香寶的展示 那還有就是說我們有一個藝術市集的部分 那我們在動態的部分就是有我們祖孫三代的表演 然後在更晚一點的時候大概六點過後我們就有金曲之夜 那金曲之夜呢就是會由我們長輩來來唱歌這樣子 但是他的歌曲就是會透過我們那個學員來去挑選出 他們心目中最最喜歡的歌曲前二十就是排名到二十到二十名這樣子 那會找這個歌藝超群的長輩來為大家高歌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我們就是還安排街頭藝人 那還有一個祈願城市這樣子 那祈願城市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我們之前在規劃的時候 就是原本是想要設計說可能長輩有什麼心願 比較簡單的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透過一些方式然後幫他達成這樣子 但是後來因為有發發水在發生了 那我們就整個主軸都把他換掉 我們就有規劃說 那我們這次乾脆來寫一些祝福的話 那就變成說那我們來動用我們高雄市的長輩 或者是說一般大眾 然後透過祈願幸福城市這樣子的活動 那我們會讓長輩寫那個祈願卡 那寫一些祝福的話 激勵的話 給我們現在還在受爸爸水在受災的鄉親這樣子 好 這是重陽節整個活動的一個安排嘛 好 那麼在這裡呢 是不是可以請就是這個主辦 主辦的這個雨婷啊 跟阿湘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重陽節 然後你們辦的這樣子的一個大型的活動 那這個時間啦 地點啦 還有有興趣的朋友要怎麼樣來參加 如果活動的整個活動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在十月二十四號 禮拜六下午兩點到晚上八點 那如果說要參加的話 就請大家那一天兩點之後 就到我們的音樂館戶外廣場這邊 不用事先報名喔 除了座櫃之外 座櫃要事先報名啦 不過他限額是三十名 對 然後會有二十名是開放在現場 對 所以這個動作也是要快了 好 那報名的話是要打哪一個電話 座櫃方面 嗯 報名的話就是麻煩大家打二五一八二零零 然後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活動就是說 我們希望就是做好的櫃啊 能夠現場一賣 然後我們希望這個一賣的錢呢 能夠也是一樣兼給八八水災的壽難符 好那歡迎大家呢 在這個十月二十四號的下午 可以到音樂館這邊來參加重陽節的活動 而且呢可以參加這個余佩宏老師的這個 做櫃的這個體驗 在旁邊看呢你也可以看得很開心 然後把老師的這個做櫃把它學回去 你自己就可以在家做 很簡單 老師說呢 也簡單又養生健康的觀念 那今天我們就謝謝 包括呢這個高雄市第一社大的雨亭 還有社劇情長青學院的素香 還有呢我們的做櫃的老師余佩宏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